這是美人家很棒的一個機制 那怎麼樣去學習這個預備訂單 老師麻煩跟大家說一下 好 教教教 預備訂單這個也是很多新人 他們會看到的問題 我都會跟我的會員講 預備訂單是美人家最貼心的機制 因為我們常常可能會出國啊 會訪嗎 會忘記訂單 那為了要保障你 又會顧客會員的權利 還有我們不是有會費嗎 有分投嗎 所以要保障你這些權利 美人家有一個叫預備訂單 當你忘記買的時候 公司會配送一個35點給你 你打開來 你說到這個 你打開來 你可以挑釁自己想要 你要的產品 不喜歡的可以忘可以退 完全沒有壓力 那如果 如果你真的不想繼續用 其實你可以 你寄一份 就是取消愚昧訂單給公司 這樣你就不會有愚昧訂單的問題了 而且我也會告訴我的會員說 愚昧訂單你也可以自己挑選 就是像我我都自己挑選 因為我常出國馬 我可能會忘記嘛 我每天約定這麼多的獎金 如果我放得來的話 錢就not so 就沒有了 所以我每次都會注意看我的卡 有沒有過期或怎麼樣 如果哪天放得來的話 我的獎金沒有了 所以各位 你也可以挑你自己要的產品 效果就挑自己要的產品 預備訂單是你可以自己挑選的 所以其實別人家是很人心華的 但是或許有些人 他自己去可見的時候 沒有講清楚 也沒有做好的服務 其實很多問題 就是因為沒有講清楚 沒有做好服務 而造成的 所以其實這樣子 大家應該可以 預備訂單這樣去跟我們的新朋友 我們的會員朋友去做解釋 挑自己喜歡的東西 對 我都挑我自己常用的東西 哪天忘了買的話 就公司會送來 但是我當然不會忘了 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當你們有在領獎金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這個預備訂單有多好 各位知道嗎 太棒了 太棒了 那我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我們明導人的上次 他碰到就是 裡面的小朋友